本地陽性個案的總數是3,182宗 另外有254宗輸入性個案 醫管局情報了3宗死亡個案 在院舍來說 我們今天有4宗老人院舍 和1宗殘疾院舍 報了一些新個案 需要一些人接受檢疫 我們有548間學校 一共情報了888宗個案 包括了751個學生和137個教職員 我們今天有8間新的學校 有些班級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就是聖雷斯中學 有一些班有29個學生 其中有4個確診 聖家學校在離島的平州 這班有9個學生 有3個確診 小學幼稚園 在九龍碼頭沖 K2A班有30個學生 有2個學生 1個老師確診 蘇折小學校在北角青華街 K1H下午班有19個學生 有2個學生 2個老師確診 玫瑰光學校在灣仔 6A班有18個學生 有4個學生 有3個學生 港九街坊 虎女會 宣方中小學 有2班 1班是4C 有30個學生 其中有3個確診 另外6C班有24個學生 有3個學生 同紀念中學 在西貢 3A班有35個學生 有4個學生 採訪